Hello,大家好,我是雪儿暖厨 今天我们又恢复了记录即播的谈话节目系列 我在这里呢,要非常感谢我们新加坡本地的观众 给予我许多的精神能量和支持 你们看了我的视频,还给我点赞留言 这些都是我意想不到的 因为我作为一个博主 我更多的是想要反馈我个人的一个生活的近况 来给所有的观众做一个分享 因为不是每个人都有时间去拍摄视频 而我刚好作为一个全职妈妈、全职太太 我是刚巧有这个时间了 所以我觉得我能做的,我就尽量去做 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也在不断地累积自己的技能 那在这里呢,我今天的记录即播节目 我想跟观众朋友们聊一聊 我这段时间,你们通过我的频道 看到我对于新加坡整个国庆的一系列的 我能参加的活动,我都做了一个视频报道了 那我在参加这么多活动之后 我的个人的一个感受 我也想跟观众朋友们来聊一聊 其实在参加了新加坡整个国庆的 无论是邻里,还是大的社区 还是包括国庆预演 给我感触最深的是 我们整个国家是非常充满希望的 那为什么说它充满希望呢 我想通过我的两个点 来给观众朋友们分享一下我的思路 我们今天要来聊一聊新加坡小朋友的 学训到不到位可能是有关系 我们也不能说百分百一百分 但是很多人不懂 新加坡人绝对不是这个角色 其实我们每个人读书的过程 我们是一定会读历史的 历史是一个很厚重的东西 通过历史我们能回顾 曾经跟现在社会的进步 也能深刻的体会到 我们曾经犯的错 在今天要不要再来一遍 其实历史带给人的很重要的思考 是每个人都需要去做的功课 但是我们线下当今社会又这么忙碌 那爱读历史的人可能曾经 也就是在你做学生那段时间的累积而已 那我因为平时在家嘛 没事就看看书思思考 我就想结合我们新加坡的这个国庆 所反馈出来的整个社会的文明程度 跟这个社会的整个温度 我想跟大家讲一讲 其实看一个国家 最重要是它的文明程度 你要看它是不是已经摆脱了个人崇拜 我觉得新加坡这一点已经做到了非常好 因为整个国庆的 无论因为我这一次很运气好 因为关注我的观众都知道 国庆预演是很难拿到的票 我今年运气真的很好 因为我抽了十多年的签都抽不到 今年我在做博主的第一年 老天爷给了我一个机会 让我能够拿到国庆预演门票 那我去看整个国庆预演的过程当中 所有的节目都围绕着人民 围绕着以人为本 以这个国家的公民为本 所以所有的宣传片也好 包括整个疫情下 各行各业的付出 还有包括最底层的工作人员 整个温度全部都提升了 但是所有的宣传片里面 没有一次是去所谓的歌颂 某个执行党 没有 也没有歌颂任何一个 所谓的政治人物 所以这是我认为 新加坡文明程度非常好的一个点 而且我们的国父李光耀 本身大家都已经知道 没有他是肯定不会有 新加坡的今天的这个国际地位 和这个国际经济实力的 但是所有的场合里面 没有一个话题是提到国父的 所以这让我更加感觉到 我为新加坡的这个文明程度 感到非常骄傲 因为如果 如果一个地方 还一直不断强调 某一个个人崇拜的话 其实我认为是 还没有完全的迈入到 更好的文明的境地的 所以呢 我们看历史 我们就不要说现在 我们看历史 曾经的希特勒 曾经的斯大林 大家想一想 当这样的人物高高的悬挂在 各式各样的墙壁上的时候 想一想当时这些人们所生活的 是怎样的一个魔鬼的时代 所以呢 我通过这一个细节 我就更加为新加坡管理层 感到骄傲 因为他们非常明白 是人民赋予他的权利 而不是个人的能力去改造了国家 所以我相信我们的国父是 作为一个政治人物 他是非常非常清醒的了解的 加上国父本身 他受到 他是在这个东南亚成长 但是他的非常大的思维的培育 他的价值观的培育 跟他读英文 然后去到很好的在英国受训 深造 有了很完整的这个世界观价值观 所以他对于这一整套 关于人 关于为社会贡献 所定义出来的一个政治人物 应该做的事情 他是很清晰的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 过后国父告诉大家 就是没有必要去见我的雕像 也没有必要做什么纪念馆来缅怀我 因为这一切都是人民赋予他的权利 而他正是因为授予这个权利 他一定要百分之两百去付出他的智慧 他的能量 去为国家做什么 我觉得这才是一个 一个真正正正政治人物 他的光点 这就是我心目中所认为的 我们新加坡整个国庆体现出来的一个文明程度 已经是非常棒了 所以没有个人崇拜这一点 就是新加坡很文明的标志 所以大家设想一下 我们需要唱一首歌 去歌颂某个人 又或者说 我走在路上 突然这个人的画像就 就在整个HDB的楼上 这个人的画像是挂在那里的 那就很可怕了 所以我非常开心 就是我们新加坡真的是一个 真的是文明社会的标志 就真的体现在这个地方 还有第二点是 我想来想去 我觉得 这一点也是很重要 就是一个国家的希望 因为新加坡对于教育上是极其看重的 所以所有的学生 本地的公民 都在接受着新加坡所给予的公平身造的机会 所以国家让大家有 你朝你的兴趣去发展 然后往这个方向去努力 然后出来 在这个方向里就真的需要你这类人才 然后这个国家 各行各业就是百花齐放的 然后各种各样的技术性人才 都能兴趣加上能力结合在一起 去为国家做贡献就够了 但是如果一个国家 所有的年轻人 他认为的希望是一定要往权力 或者是往体制内去发展的话 那这个背后的整个社会结构 是我们要深思的 所以我非常庆幸 我们新加坡没有 年轻人是百花齐放的 我喜欢做艺术 那我就往艺术类发展 我喜欢做技术 我就往技术类发展 比如说我喜欢真真真正的为百姓服务 做社区基层 那我就去做这些社区基层的服务工作 所以这就是新加坡很有希望的一点 就是年轻人能够找到自己的根据地 就是你的心在哪里 你的心热忱的东西在哪里 所以你就可以往这个方向去做你能做的事情 而不是所有的人 无论你学什么专业 你都想往一个方向走 那就很可怕了 所以就基于这两点 我都不要说多 就这一两点 我们就看到新加坡我们的整个社会结构 社会的深层次的思考 是非常充满希望的 这样的国家 它不仅代表了一种文明 还代表了自由 开放 公平 正直 平等 所以整个国庆我参加下来 我就看到了 没有个人崇拜这一点 真的让我印象深刻 所以我更加热爱新加坡 可能很多观众 就 就会觉得 看我的频道好像我对我们自己这个新加坡国家 为什么有那么高的认同呢 其实我始终认为 如果 人啊 没有对比 是 不会有伤害的 但是当你对比了以后 你才知道 什么是好 什么是坏 一个字 绝 所以有时候 可能很土生土长的人 这种感受不多 也就是说 可能你一出生 你就是在一个阳光房里面 你感受的阳光 雨露 包括所有的空气 跟自由的气息 是你认为 这不是应该的吗 但是还有很多人 是跟新加坡 土生土长的人 所感受到的气息 跟氛围 是截然不同的 所以 当有了对比之后 就有了所谓的 对比后的伤害 那有了对比后 你才会倍加珍惜 你现在所拥有的 自由和空气中的香甜的味道 所以这就是我想跟大家讲的 就单单透过这两点 一个国家的高层管理层 他们的觉悟 他们对于这个 整个行政的体制里面 他们知道他们的使命 跟职责在哪里 同时呢 他们弱化了 所谓的个人的功劳 所以是整个人民选出来的 然后让大家 能够在这个国度里面 好好生活 我想 如果许多地方 都能有这样的觉悟的话 想必也不会有那么多 糟糕的事情发生了 你觉得呢 所以今天这期节目 我就是闲聊 那讲一讲我的感受 当然观众们一定会有不同的声音 所以我这个频道也只是发出 我自己的认知里的声音 但是不代表我说的是对的 因为每个人对于社会 对于周遭一切事物的认知 都是基于你的人生经验 跟过程累积 所以你的经验有了苦 你才能对比出甜 但是一直是甜的 可能你就会认为这个甜不好呢 是不是 所以呢 很多东西就是 不能只放在这个角度看 而是把它放在整个地球上看 我们新加坡还是很幸福的 你觉得呢 好了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谢谢你的收看 拜拜